你怎麼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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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時候十二歲 我自己提的行李 從海南來到了北京 我沒有過多出來的機會 我也不想 我都是在一個 我自己的保護區裡面 沒有那麼多的 跟別人接觸的機會 還有社會經驗 導致現在就可能有點 差距 所以我現在在努力地 生活 那我可能跟你不一樣的是 我反而是 很早就接觸到社會 社會上的一些東西 小時候我第一次 就是我這時候 都沒告訴我爸媽 但是那時候就是 跟不是父母以外的人 就朋友一起坐飛機 去坐快閃 坐巡演 然後沒趕上飛機 就是我覺得 這怎麼辦去不了了 肯定還得賠錢 什麼怎麼樣 然後我說趕高鐵 怎麼 四人就趕過去 沒趕上高鐵 然後當時有人說 坐火車吧 綠皮火車 算是買的那種站票 車廂跟車廂之間 有一個結你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行李箱 全部都擠在那個結底 然後我們四個人 就蜷縮在角落的地上 就這樣 然後就 就倒了 那時候我們四個人 坐在裡頭還有 那倆女孩哭的 都不行了 你知道 人家 受得還賊打了 然後女孩在那哭 然後就 就這樣 天啊 其實我以前有很多 好玩的故事 那個時候我是 寫歌真的就是 跟兄弟們在一塊 我們的精神高度一致 每一周會有一次開會 這開會是什麼呢 就一個麥克風 然後我要把我這一周 有什麼新的感悟 分享出來 然後我說完了 給下一個給你 然後你說完了給他 給他給他一拳 這樣子撞出來 然後每個人 都把這些想法整理 整理整理 然後再去寫歌 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跳舞 吃飯 吃完飯 跳舞 跳舞 吃飯 吃完飯 晚上在宿舍樓下跳舞 為什麼在宿舍樓下跳舞 因為那會兒就是 女生比較多 你知道嗎 就那個地方 女生來回經過 就是然後 咔 低波 拉這個大音響 咔 什麼 咔 一個倒立 咔 什麼 就是那種然後全部都 就是在那個 我們叫異棟 就是我們的宿舍 異棟樓下 就是宿舍樓下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至少說她願意開始分享 她的故事 或者說她的想法 愛情